綜藝大哥張飛 睽違七年重新回到主持圈 一舉入圍金鐘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4號舉辦慶功記者會 飛哥也趁機說出心裡話 非常高興 入圍就是中獎 當然那是騙人的 入圍就是要中獎 而且我這個人一不中獎 大家也知道 就會引起一些風暴 在這一方面我奇怪 我的EQ很差 對啊 喂 這是一種下馬威的概念嗎 而說到這次和徒弟們一起入圍 到底誰會拿獎 飛哥感覺也沒在客氣 他們的心裡當然都希望讓給我 我認為 有問過的是不是 有打電話問的是不是 沒有群組是不是 蛤 有群組要報這個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飛哥這次是勢在必得嗎 那當然了 今天陣仗搞那麼大 以前我不管去哪邊 我媒體朋友攝影師都跟著我 後來是你不出一點 社會事件 怎麼會有這個場面 誰會有這個場面 飛哥一句話又歪囉 而這次收到入圍通知 飛哥也透露他的第一個反應 居然是 跌到電話之後 飛哥入圍 入圍我當時想 啊 難道是終身成就獎嗎 就詢問了一下 他們就說我還年輕 我還年輕 心情還不敵 哈哈哈哈 那是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呃 大家這種反應是想惹飛哥生氣嗎